接著就到partB,今天我們會有j和k分別叫做0in到0.5fxdx 以及0.5in到1fxdx partB1就叫我們用梯形法則5.10interval去估計j的值出來 我們應該要畫一個table,input x,output fx 由0到0.5,所以每一格是差0.1,0.2,0.3,0.4,0.5 我們就打回功能,由於是開方根,裡面的數可能是不能開方的 例如是開方的負數,所以不如先打回0進去x 一定就input進去,我們就可以打回色號 就是括弧,x除以括弧2-x,關括弧 再關一個括弧的二分一次 你看到是0,所以這個位置是0 接著就input0.1去x向上按一按 這樣就會是0.22942 接著就打0.2進去x向上按一按 這樣就會是0.333333 接著就打0.3進去x向上按一按 0.42008 接著就0.4進去x向上按一按 0.5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j就會等於是0.1除2 然後再乘這個頭尾,即是0加0.… 再加0.2,再加0.3,再加0.4 再加0.4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真的按一按 先打頭尾,就會是0加0.57735 再加2乘以中間的,就會是0.22942 再加0.33333,再加0.42008,再加0.5 OK,出來就是這個數 然後我們會乘回0.1,再加2 那你就會計到的這個0.1772 就會是我們j的估計值